新北市交易局日前举办2024经手闪耀新北荣耀国际技能竞赛感恩参会 这次新北代表队一共有七位国手参加华国里昂国际技能竞赛 为全国最多在来自各国的好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两同四优胜成绩斐然 新北市有七个赞了前台湾最多的骨手 得到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两个铜牌四个优胜 要拿到优胜就很不简单 要拿到优胜不是那么简单 要拿到铜牌更了不起 在全世界这么多的好手 单一个技能项目里面 能够拿到胶牌 拿到优胜 那就是国际点尖的技能人才 在感恩参会上 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加码颁发总奖金180万元 并且表示新北推动技职教育 获得中央七联霸的肯定 特别感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 以及同学们不断的创新尝试 让技职教育在新北市成长茁壮 七联霸的技职教育 在这当中我最重要要谢谢老师们的辛苦 谢谢我们同学 因你不断的创新跟诚信 让技职的体系 能够在新北市萌芽成长跟周创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新北市技职从青少年扎根 推出在地就学奖学金 打造国际级经手培育基地 经手国际建学制度 以及加码奖励金等等 同时首创三级培训 以及六种技职竞赛人才育成策略 推动永续三件人才方案 帮助国手就业 并以实质的奖励 鼓励师生衔接一贯化 延续传承记忆与经验 未来会持续挹注资源 培育技职人才 让技职教育立足新北 放眼台湾 在世界的舞台展露头角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